大家好,又到我們 Master of the Universe 的時間 大家在眼前看到的這一套 Figure 是來自於 Mattel 推出 Master Wars 系列的產品 如果大家近這幾個月有看歐美動漫消息的話 可能都會知道,Netflix 有一套最新的動畫影集 He-Man天啟引發了一個非常大的嚴上事件 而我們這一套產品就是源自於那套嚴上的作品 如果有興趣知道這個嚴上事件的來龍去脈 可以搜尋 YouTube 有一個叫做 YPR Channel 的香港本地網台 有做到報導和評論 我們說回這套 Figure 吧 其實這套 Figure 我印象中 在美國那邊應該是暑假中推出的 但由於我們香港可能沒有代理的關係 所以我一直都只是在一些格子櫃看到零零星星有一兩隻角色 直到上個月我才看到有玩具店翻了一個圓頂的 Full Set 的 Wave 1 所以就立刻撲了出去,買了這套 Wave 1 回來 原本就打算立刻開來玩 但由於上個月實在太多東西出了 所以真的要排到今天才有時間開這套產品 不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我現在選了一隻 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Skeleton 出來打開它 這次這套產品除了盒底這四位之外 其實還有我們後面的骷髏神 以及另一邊的 Battle Cat 而且我們看正面的話 可以看到除了Netflix Logo 之外 這次星星的 Figure 是有30 Point 的可動關節 非常厲害,比這個22 Point 的墨花令更厲害 我們不要那麼多了,立刻拆它出來看一看 好了,Skeleton 已經就位了 這次這隻 Skeleton 它的外觀造型 當然是沿用經典的設計 但是它的身體比例和肌肉感 都是有修正度的,會比較符合現代的審美觀 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這次不論是它的 Figure 或者它的招牌羊頭像武器也好 它的塗裝也是集中在頭部或者附近的位置 而身體在其他地方 通常都是用原本的塑膠顏色去呈現 話雖如此,但它有上到顏色的地方 出來的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尤其是它的面部 這次Skeleton 除了有一盆非常雪白的牙齒之外 它的面部的其他地方 雖然只是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光素 但是已經非常有質感 而且這次它非常聰明 在它的漆黑的眼窩位置上 上了一個非常亮的光油 當光射上它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它裡面有眼珠的錯覺 出來的效果是非常經驗的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次的披風是用了布料去處理的 當然會比膠件更加輕身 更方便我們擺放的姿勢 但是由於這塊布實太輕的緣故 它做不到自然的拉紋出來 所以看下去會過於平坦就不夠自然 而配件方面 這次除了有招牌羊頭像一支之外 也包含了一對好玩的手型 包括左手的攤開手型 以及右手的握槍手型 用來比我們握法像 而且也包含了在動畫 He-Man天啟第一集裡面 有出現過的變身法像 不過顏色就由動畫裡面的銀色 變成現在大家看到的金色 我們第二隻要開的就是 這個邪惡女巫Evelyn 如果大家對這個舊版玩具有印象的話 不論是Skeleton或者Evelyn也好 他們的臉在古早時期都是黃色的 現在當然就修正了 變成一個適合現代審美觀的配色 尤其是Evelyn 以前他整隻皮膚都是黃色 好像外星人一樣 現在當然 變成正常的玉色就好很多 其實這次Evelyn出盒的時候 會有一些小問題 由於這次他的三領是高領的設計 令到Figure看下去會有一個縮博的錯覺 解決方法很簡單 我們利用本身的頭部的球關位置 把他拉出一點 令到我們頭部和頸的距離 拉長 現在看下去就會順暗很多 不過如果大家留心點看的話 其實Figure的後尾枕是有少少穿崩的 大家介不介意 其實這次Evelyn有兩個位置是值得一讚的 其中一個就是他的面相 不論是他戴了頭盔的頭頂 還是另一個白色長髮版的頭頂也好 兩奧的面相和神情做得非常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竟然比官圖好很多 這是非常難得的 而另一個非常抵贊的地方就是 這次他的配件數量非常多 除了他有兩個頭頂之外 這次他連同Figure本身的手型 總共有三對可換手 包括拳頭手 攀開手和抓武器手型 三對 其他配件方面 除了在動畫中 在2、3、4、5集都有配戴的斜揹袋一個之外 這次他也送了一個拳杖武器給我們的 如果師兄們有看過新版動畫第一集的話 都會知道這次我們的拳杖 就是我們的長髮杖被人打斷了之後的樣子 而這次官方竟然不是用拆件的方式呈現 是重新給我們一件item 這個做法真的非常慷慨 不論是這次這套Figure 或者我們最新的He-Man動畫拍集 對我個人來說最大的意義 就莫過於大家眼前看到的這位角色 沒錯 這位就是我們的Skeletron 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挫敗 和不斷努力嘗試之後 終於醒舉起了一把力量神劍 獲得了Master of the Universe力量 成為了我們眼前的這位Skelet God 而這隻這麼重要的角色 竟然在動畫最後那一集的最後十秒鐘才出現 而且只是展示了上半身 所以我們可以借這隻Figure 看清楚這個角色的外觀設計和細節 這次Skelet God 對漆黑的眼框中 終於有一對十滴滴的眼珠 而本身Skeletron的招牌羊頭像武器對角 就繼承了他頭盔上成為了一對惡魔角 襯上一條頸的綠色火焰 非常有霸氣 也有一點天圓突破的感覺 而這次就有比於平時 Adam王子變身成為He-Man的時候 身體露出度越來越高的情況 這次我們的Skelet God 露出度和變身前是差不多的 現在眨眼看去 裝甲的鍵數也沒有少到 但是裝甲的鍵頭就會比變身前大很多 這次我們可以在Skelet God 沒有裝甲的皮膚位置看到 它又上到皮膚陰影有 還有它的披風件是三層設計的 這兩點裡 看到Mattel對這角色是多麼偏心 值得一提的是 這次披風三層設計當然 令到背部這個位置更有立體感 再加上中間這一層 它加了這些有重量的膠製裝飾 令到披風看上去 就會更加自然 就不會出現剛才的Skeleton 那個披風很平和很怪的情況 這方面 除了剛才那本已經展示過給大家看 看上去應該適合動畫赤寸 不過 玩玩玩具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它可以剩下很多力量神劍之外 它是包含了一對握武器的可玩手型 還有一個可以套在手上的火焰特效配件 現在配合身頸部的火焰特效 和胸口的綠色印記 看上去是挺有感覺的 不過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呢 其實它胸口的綠色印記 究竟它是代表地獄的H字 還是代表Master of the Universe的M字 既然它這次標榜有30個活動關節 那麼我就派出這個 中尺寸的Skeleton出來做示範 不如由頭開始吧 照舊 首先頭部有一個波哉關節 另外上空笑腹中間這裡會有一個 都是波哉的關節 腰部會有一個平轉關節 另外手臂部分 首先一個關節 兩個關節 三個關節 手肘是雙關節 四 五 手腕 六 以及七 只是手臂這裡 就已經有七個關節 我們再看看 腳的部分 一個關節 兩個關節 膝蓋也是雙關節 三個和四個關節 另外小腿這裡 第五個關節 腳裸 第六個關節 還有 腳掌這裡是有一個摺地的關節 所以總共 腳這裡也有七個關節 所以其實你手腳 四肩加起來 就已經有二十八個關節 加上頭空腹的三個關節 其實它總共有三十一個關節 它就是說它有三十個關節 已經很謙虛 最好 最後 我當然要把這個 在畫面右手邊的 Mithelige 黃色版Evelyn 以及在畫面左手邊的 二千年世代Skeleton 出來做一個對比 這次就是我們邪惡陣營的開箱 下次當然要玩一些正義方的人物 這次也是用了這一期最新的那種拍法去處理 不知道各位對這種拍法會不會有什麼意見 如果有任何建議的話 不要倫飾你們的鍵盤力多多指教一下 多謝各位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